大家好 下面我来带领大家 学习一下雕刻机的 启动以及软件的 安装方式和调出方法 首先大家从 网上下载下来的雕刻机温暖 然后解压到 当前文件夹 我这里已经解压好了 所以直接跳过 然后首先要安装启动 这里软件批启动 找到启动 然后点开之后 点击Inflow 即可完成 安装 这种提示启动安装成功了 然后电脑会发出 发现新硬件的 提示 这个当然是USB线要插上的时候 可能个别用户反映 他们的启动按不上 比如说是64位系统 大家可以 试着用360或者 系统精灵安装一下 然后安装好之后 大家可以在 硬件的设备管理器里面 找到端口串口 com 然后大家会看到多了一个USB 串口 比如CH340COM5 然后关上之后 下面打开 控制软件 我们这里提供了很多班 的折压BL 控制软件 然后如果 英文不太好的同学 可以选 选择 300CHS 这里已经解压好了 然后点进去之后 打开 嗯 这个CH340 界面基本上是这样的 然后首先选择串口 刚才大家已经看了 串口是COM5 那就选择COM5 可能更换USB口之后 这个COM5COM6COM7 可能序话会改变 然后选择波特律为115200 就是最大的 然后打开串口 其实 左边这里命令窗口 会提示出来消息 嗯相关的信息 会弹出一大串的信息 这种情况下 就说明 电脑和版纸的 连接已经 成功了 大家可能有的 连接不上 有可能是开启了其他版本的JRBL 然后共用了串口 有的是期度没有安装成功 大家再尝试一下 然后这些参数 都是通过在这个命令行数 命令来进行修改的 嗯 下一步 然后我们调试一下 主轴电机 看看主轴电机的运转是否正常 然后 这里 可以用勾弦 勾弦之后 稍微等一下 会 继电器会吸合 然后主轴电机会旋转 然后关上 下面就是调下 步进电机 看一下各轴的运动 正常不正常 首先调到1毫米 然后点击Z轴向上 其实Z轴会往往上走 正常情况下 如果往下走的话 大家把 Z轴的步进电机的 自信的插线 嗯 上下颠倒一下 重新插上 然后再点击上 它就应该是正确的方向 然后大家如果感觉 嗯 不至于1毫米 实际走了 比如说有2毫米 或者是4毫米 这个地方就是 嗯 这个100到102的 参数的问题了 嗯 默认的是3200 如果这里实际 能走了4毫米 这个要 将它改成800 如果走了 8毫米的话 这个要 改成400 就是相当于 这个是个倍数的关系 比如说我这个 多走了 点1毫米 走了2毫米 然后我要 将100到200的参数 改成400 然后 输入 美元 101 100 等于400 然后按下回车 同样的方法 将三个轴的 参数 都修改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再试一下 比如说点10毫米 看看是否 是否是走的10毫米 这个每个动作之前 都要点下Z轴 不然这里会提示 找不到布局信息 然后就可以动 X轴和Y轴 大家看一下 方向和布局是否正常 方向不正常 去调换 布局面积的接线 布局不正常 看是否是有切向 或者是那个参数修改 同样 同样台机器参数 100到102的参数 应该是一致的 然后走的布局 应该也是正常的 如果只是布局电机在抖动 一个原因是 你的线没有接好 就比如说有 电机缺向了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杜邦线是否连接的可靠的 然后 实在 连接看不出来问题 可以测一下电阻 是否正常 就是第一跟第二根之间 电阻基本上是 几欧 十几欧 几十欧 的样子 不会太高的 然后一二根线 三四根线 都要测一下 如果正常的话 这就要不要给它 都不会太高的 在第四根线 那么 我也想要 都不太低了 那么 不还可以 替日 还摆 这么多 陈 替日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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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